命鬼 也不能强用你 郭米阿嬤 陈淑芳 片中独立抚养三个女儿 二十年不见的丈夫 却突然传出噩耗 郭米阿嬤 以女性的观点 探讨家庭的冲突 后座力强劲 上映首周 全台就冲出了 一千八百万的票房 连主题曲都催人人类 女神树又生这回 不只演二女儿 还首度当监制 他坦言拿到剧本时 就很想哭 因为跟自己真实人生 十分相似 其实导演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三姐弟都落泪了 因为他太多跟我家里的 故事是非常的像 然后他找我演的是二姐 我也是我家中的二姐 小时候学校颁奖 爸都一定会来 我就想 只要我一直得奖 爸就会记得回来 片中的爸爸有了小三 树又轩感性透露 其实现实中 她的爸爸晚年 身边也有一个阿姨 往生前也是有一个蔡阿姨 这么的在身边 陪伴爱着她 最后很奇怪 因为现在比较熟气的讲 是小三 但是很奇怪 到最后我们对她充满感谢 包括我妈妈 最后也是让她到工绩的 如今树又轩不只盲定 宣传 更回归歌坛初心专辑 蜡烛两头烧 一度忙出病来 我耳眼馆那边 就是有一些鼻涕倒流 塞住 所以我就一个多月来 会一直听到 那种 嘶 嘀 那种声音 快上会演的钢铁V 又全方位的跨足监制 树又轩用电影 倒进女人心事 引发共鸣 独特是有一个中心 最后报道